近日,加拿大鹅退换货条款的公平性和合理性,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12月1日,人民日报评论微博发表评论, 继此前出现虚假宣传、脱毛至满身鹅毛等问题后, 加拿大鹅近日因拒绝退货问题再惹争议。 目前,加拿大鹅在官方微博进行了回应, 上海市消保委也已介入,要求其提交正式说明。 歼二连三的消费者投诉,背后不仅有商品质量问题, 还牵涉暴王条款、地域双标等问题, 消费者期待一个合理说法。 要知道,品牌光环绝非傲慢的资本, 能够长久赢得人心的唯有一流的质量、一流的服务, 无视消费者合法权益与法不容, 也必将透支自身的信誉和形象,最终只会是一地额毛。 感谢观看